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中国传统武术在世界各个角落深耕茁壮 在今天这位怀着强烈民族情节的一代宗师 以一颗对于武术制成热爱的心 睽违35年回到台湾这块土地 弘扬传统武术精神在台湾发光 我们这传统的武术是一种气的活动 不是只有身体的活动 气的活动 所以气的活动和身体那种活动不一样 我就在这个武术方面追悔 大东山就是希望能够遭同门团结 然后再把同门这些好的东西 再拨团破出去 最主要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重新把真正的武术 再拨团到世界上去 苏玉璋大师是中国近代螳螂拳第七代传人 金言八部七星六合密门梅花螳螂拳等五派螳螂拳法 可说是世界八级拳法 螳螂拳法完整保存者 堪称中国武术史上传奇人物 如果说我练武术的话 已经要追究到很久 五六四年以前 因为我大概是七八岁开始练习 七八岁那个时候刚好是日本 台湾光复 那么就中国大陆 他们凑罪到这里来 就带很多中国大陆有名的老师过来 所以我就有机会和他们练一练 练习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武术 以前我的名叫做八级螳螂拳 八级螳螂拳和螳螂拳 在数学上我是有一点功劳 团播的功劳 团播很多公家 现在二三十个国家都有我的武馆 自七岁起师臣三东莱阳县张德奎大师 习的一手纯正螳螂拳功夫 凭借对于武术的痴迷与率性 十四岁便夺得第一届全省国术擂台 散打赛冠军优胜 美战必胜 被武术界风雨散电手美名 而后追随刘云桥大师 专研八卦拳 撇卦拳 太极拳 进货真传 八级是很古老的一种权子 从房地开始就到现在都有 都是在保护那房地或是将军 所以我认了这个 那么刘老师已经死了二十年 前世先生八级拳很好 很多学生 所以我这一回 为了提上这个八级拳的这个 刘老师那个精神再重新过来 所以我回来就 号召一些以前的同盟 来把这个八级拳 大家再团结一下 把刘老师以前教出来的 这个精神再重新一起来 所以我们就组出一个 大东山八级拳 常年旅居国外的苏大师 眼见中国武术 逐渐沦为表演化的样板武术 花拳秀腿 令人感叹 为捍卫中国纯正武术 特地回到台湾 要让正统武术精神 根流故乡 再次发扬 我回来台湾了 因为我几十年没有回来 所以慢慢很多师兄弟就有点松敷 所以我也不要用八级拳拳 我主持这八级们最主要是要联络 所谓以前八级拳的这些师兄弟 或者刘老师的这个精神一直下去 最重要提到这个八级们 第一就是联络大家再重新来 第二就是保存中国这个古老 很好的这种文化 能继续下去 我想应该要把中国这种武术 真正的武术提上去 努力就是要把这个 我们练的还有以前练的 就把它在人团结好 把这个真正好的团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東山 因為我是台南縣東山鄉的人 東山也剛好有一次東山再起 我以前都自己很久了 出國了三十幾年 又回來 所以我想應該是要東山再起 有學生來我們一定要教他 教的是教真的 不是教假的 所以應該現在有人年輕人 聽到我這個話裡面 現在機會最好了 為什麼 你們一來練我們不會騙你 都是真的 傳統武術精神扎扎實實 一招一試 淨顯乾坤 朔玉璋大師將武術最終定義為 鍛煉人的精神 唯有以誠心誠意練拳 方能內外合一 神行兼備 這個精神主要是心要沉 一個人心要沉 心要沉的話就沉心誠意 再來就是要笑 就是孝敬老師要孝敬父母親 從這個笑的裡面 就會發生很多東西 會產生很多好的東西出來 所以一個學生 如果你說真的有誠心誠意 有孝心的話 我一定教你 不是錢的問題 蘇大師旅外三十五年 將中國武術在世界各地 獲種生根 以美國為中心 觸教遍級西班牙、荷蘭 為內瑞納、日本以及台灣等地 途中廣布全球二十多個國家 畢生致力中國武術傳承大業 一天我剛才看到一段時間 在《 Martial Arts》的博物 在某些原因 這段時間提供了我的眼睛 這就是我開始了 我現在已經練習了很多年了 近二十年了 在這段時間我學了很多東西 也有很多的經驗 我現在有助到其他人的教授 教授的方法 教授的方法 和他的想法 教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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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的方法